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 關於阿可白和阿何太的事件 近日被踢爆阿可白和何太原來就沒有你們水龍之中那麼蠢 他除了不斷地騙關注、騙熱度、製造人氣、企圖有人可以簽他 讓他可以做明星或者直播帶破賺錢之外 他似乎一早就已經猜到將來會有人針對他 所以他在不同的地方似乎都放了線眼 首先傳媒今天就報道火局局長羅淑沛在今天宣布休息七天 就是為了走去追星 但同時間消息公布之前阿何太就被人拍到 在之前的那一晚就漏夜又回到清田村的單位那裏 結果第二天就和留下的保安吵起來 而另外更有趣的就是那個在Facebook上面 有超過10萬個支持者的可白和何太的關注組 也在今天就剛剛爆出關注組裡其中一個有管理權限的版主 就疑似是內鬼 當日教阿何太做直播的時候播音樂 最後就是被揭發原來就是他親自教路的 結果就要踢了他出群 而去到剛剛一個小時前 這位被踢出的人兄還在群組裡貼千字文否白 承認他是其中一個有份教何太做直播的時候要播音樂的 但是他就不承認自己是何太的粉絲 也都不承認教阿何太這個動作是為了打擊其他YouTuber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個教何太做直播要播音樂的人又是什麼呢? 又或者這麼說 為什麼他要教路呢? 他教阿何太做直播播音樂到底又有什麼目的呢? 而第三更有趣的就是 今天呢 可白和何太又被人惹散步 疑似就在荃灣海濱花園附近一帶 就看到他們在散步 但是呢 網民就留意到 何太手上的行頭 即是那些首飾啊 金鍊啊 錶啊等等的東西呢 就疑似全部沒有了 那到底何太是不是已經截墮到 要變賣這些家當才可以生活到呢? 反正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呢 有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影片之前呢 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 之後就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呢 如果覺得影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人呢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那首先呢 都是那句的啦 過往發生了的事呢 版主就已經做完評論 有興趣的呢 就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免得大家覺得悶呢 又或者大家覺得版主拖長的事來講 那首先呢 版主在上一條影片都已經講過 就是說 何太呢 已經自爆了自己在內地是有單位 而且那個單位呢 還要是自己的名下 那所以直播的內容一出之後 很多的網民呢 就用了何太直播的內容 就拿去房屋署那裡舉報 那然後呢 同時間也都已經有消息指出 就是說舉報了之後 房屋署連續短時間之內呢 就已經去過他的單位那裡 拍了三次門 那但是呢 何太當時就當然不在香港啦 那當時呢 所有的網民都會關心著 那到底何太什麼時候會回香港去收訊呢 那事關版主之前的影片都有解釋過的了 其實房柱呢 如果上門拍門的時候沒有人應援的話呢 他們就會放下一些信件或者字條 就要求租戶呢 限時限刻之內回覆信件 又或者呢 打回信件上面的電話 就要再約過房柱的主任 上門檢查 看看單位是不是空置啦 單位有沒有其他人屈蛇等等啦 那而對上一次呢 可白和何太 留夜回到清田村的單位那裡的時候 都被網民拍下了 但是這次就比較搞笑的 何太似乎呢 也都是留夜回到清田村的單位 但是呢 就沒有網民拍到 而另外被網民拍到的呢 就反而是今早大概11點鐘左右 就拍到何太在清田村清順樓的地下呢 就疑似和地下座頭的那個保安那裡 有少許言語上的衝突 那不過呢 由於現在公屋那些保安員呢 大多數都是內地來的 很重口音 再加上何太本身也是內地人呢 也都很重口音 那所以呢 那段八秒長的影片呢 基本上呢 你不聽三四次的話 其實都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那板主聽了幾次之後呢 再綜合網民的意見 聽到的大概意思 就是地下大堂那個女保安員呢 就叫他有什麼事去找管理處 而何太呢 就似乎回應了一句 就說什麼 不知誰已經在外面了 這樣 那網民的推測呢 就估計 何太是知道 火屋署又來去查他 怕被人突擊檢查 那所以呢 夜回到清田村清順樓的時候 就是何太一個自己回 就沒有連合何白的 那所以 何太疑似那句 已經在外面了的意思呢 就可能是說何白 疑似在外面睡就沒有回來睡 那當然啦 他是不是真的在外面睡 而他在外面睡 還是有其他地方安置他呢 反正不得而知 希望各位網民如果搜集到資料之後 也都可以報一下資料 不過這樣 雖然呢 網民就不知道何白當時去了哪裡 但是呢 單位裡面只有何太一個 就幾可肯定的 因為呢 同一段時間 也都有其他的網民爆料 就說大概中午12點幾至1點鐘左右呢 就有網民就看到何太一個人 記住是一個人 不是連合何白 是一個人呢 自己離開了清田村 那不過同時間呢 下午2點多3點鐘左右 也都有網民就突然之間發現 他們兩個呢 一起出現了在荃灣的海濱花園附近 那所以很明顯呢 阿何白就應該不是和何太一起 而在中途呢 就不知道在哪裡會合了 就兩個一起再出荃灣的 那不過呢 在出荃灣這裡呢 就有網民留意到兩個偽端 第一呢 就是阿何太出荃灣之後 被人拍到一個正面 但是就發現呢 他平時戴在手上的那些手飾啊 錶啊等等的東西呢 就全部不見了 那不知道會不會是他們兩個 已經真的撈得不行 山窮水盡 就唯有賣掉那些家當 真是食谷種過日呢 那除非事後阿何太突然之間 又拿回那些手飾出來帶的 如果不是呢 相信這個機會率呢 就真的比較大的 事關版主之前的影片都提及過的啦 其實如果做抖音 只做直播 沒有人打賞 又不帶貨的話呢 其實某程度上是應該沒有收入的 那如果沒有收入 淨資出可以怎樣做呢 唯賣了手飾 賣了家當 用那些錢到日 所以都是那句啦 除非阿何太突然之間 拿回那些行頭出來帶在身的 如果不是呢 版主就會認為 他已經賣了所有的手飾和家當的了 而另外比較吊詭的呢 就是阿何太回來香港的時間 就是撞到火局局長羅淑佩呢 宣布休息一個星期就是為了去追星 那真是坦白說 不知道是否這麼巧 還是有人通水給他聽 那如果是前者的話呢 都可能是阿何太撞彩 那如果是後者的話呢 那會不會阿何太其實是在火屋處那裡 是有人通水給他聽的呢 而而疑似有內鬼的呢 就不單止是在火屋處 還包括那個超過10萬人關注的 可白和何太關注組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事源在大半個月至到一個月之前 那各大小的YouTuber 就是為了不想被自己的粉絲 為了不想他們知道何太說什麼 從而就要看他的直播幫他拆流量呢 那於是有些YouTuber 就直播他的直播 那由於何太通常都是用微信或者抖音 而YouTuber顧名思義 就當然是用YouTube的啦 那所以就從來不會存在著什麼版權問題 照樣直播是沒有問題的 那但是呢 那個有超過10萬人的關注組 就突然之間傳出一個匿名的訊息 這個匿名訊息呢 就是有人去教一下何太 就說如果他的直播內容 不想被其他YouTuber 在YouTube那裏做直播轉載的話呢 最有效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要播一些有版權的音樂 那如果是的話呢 那些YouTuber在YouTube做直播的時候 就會中版權 最後就會直播不了的啦 那雖然最後呢 這招是被人破解了的 那但是呢 一直以來那些網民都會質疑 那到底是哪一個這樣匿名法文 通水給何太呢 那其實一直以來呢 很多網民都去回那個群組那裏 就要求他們的版主和管理員作出交代 因為雖然就說鐵文是匿名而已 但是其實那個群組的所有管理員和版主呢 是會有權限去看到那些匿名法文 是由哪個帳戶發出來的 然後就到今天上午 突然之間呢 他們群組的版主就突然之間發佈一個訊息 就說已經查到當日發這個匿名鐵文的人呢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版主 就叫做J.M.T.W. 那為了方便稱呼呢 之後呢 我就叫他做J.M.就算了 那他們查到呢 J.M.除了發佈那個匿名鐵文 向何太教導之外呢 還說見到J.M.呢 那裏面的聊天室delete了他 這三個聊天室受影響的人數呢 多過千人 於是其他的版主和管理員呢 就決定以投票的方式 叫網民去決定是否要踢他出群 最後就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呢 就將他踢了出群 但是呢 去到剛剛一個半小時之前 大概九點鐘左右呢 這個J.M.呢 又突然之間回到關注組裡面 繼續可以出post的 不知道是否重新收過他吧 但是呢 很明顯就不會繼續被他做管理員或者版主的了 而這個J.M.呢 重新入過群之後 亦都即刻出了貼文 就承認呢 那個教何太用版權音樂的匿名貼文呢 是他出的 那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這傢伙呢 就寫了一大堆字出來 那但是呢 可能版主讀得輸少啦 每個字都看得明白 但是呢 所有字串在一起呢 其實我就看不明白這個J.M.到底想寫什麼 那整段字的內容呢 稍後我就貼在下面 那就等大家參詳一下啦 如果參詳到的話呢 亦都希望大家告訴版主 到底他講些什麼 那所以 事件去到最後呢 大家就沒有想過 玩到真的好像無間道那樣 這裡又說有臥底 那裡又說有線眼 總之現在整件事呢 就好像陰謀論再加陰謀論 都不知道哪件事是真 哪件事是假 但是呢 版主都是那句的啦 不如阿何太呢 不要再靠網絡賺食啦 你跟阿何一霸巡規道舉 打一份工 或者真是去街邊煎牛扒的話 早點完結了個鬧劇呢 那就不會再有人在打擾你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們繼續在這裡利用網絡的力量製造話題的話呢 就只會令到其他人呢 就繼續在留意你 繼續在評論你 那希望兩位可以想一下啦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呢 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那不知道大家對剛才那兩件事 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例如大家認不認爲 阿何太是在房屋處認識人 所以他知道局長放假才敢回來呢 又或者大家認爲 那個JM是不是真是何太的fans 搞這麼多事就是為了教他路 和做臥底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咯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